哈囉 今天要講的是 皇帝內經提到的 食飲有節 飲食的食飲 飲料的飲 有,就是有或沒有的有 節,節制的節 所以食飲有節呢 有趣的是這個節字 跟很多中文字都有相關 詳細的解釋 可以前往HAPPINESS WELLNESS 頻道去看喔 HAPPINESS WELLNESS TALK 我會用英文去解釋這些 以下這些專有的 概念 那中文的話我就會 簡短帶過,節呢 節拍就是這個節字 也是這個字,然後節律 也是這個字,節氣也是這個字 季節也是這個字 也就是說 我開始要字了 也就是說 皇帝內經裡面提到食飲有節 節的時候 你必須吃的有節制 必須說量阿,味阿,清淡阿 就是都要注意 然後節律 時間阿,頻率阿,都要有節律 最後就是根據你24小時 時間 吃的東西要有節制 再來就是節氣 節氣的話還有 有節節 或者是說 我在英文有解釋到 其實五 五個 element裡面呢 又多了一個 Late summer 大概就是屬於立秋初暑的節氣的時候 算是晚夏 晚夏的時候也是一個季節 那五個 五個 element裡面就是季節 然後再來24節氣 都要吃的就是有節 所以人說呢 天時人以武器 第十人 以五位 那天時人就是說 我們天上的神仙呢 靠武器來 生活 那我們第十人 就是說我們在地球上的人類呢 天、地、人的話呢 在人呢 就是以五位吃五種 食物的 味性 就是 就是不同的 味 對 就是五種不同的味 那哪一種味呢 口味的味 就是我們講的 5 element是五對的 丈夫 心跟小腸一對 肝跟膽相照一對 然後脾胃也是一對 再來就是肺跟大腸一對 還有最後是腎跟膀 膀胱是一對 那這五對呢 對應的五種味道 我現在就簡短帶過 腥對應的是苦味 肝對應的是酸 皮對應的是甘甜 然後肺呢 對應的是腥 就是任何有腥香料的腥 那腎呢 就是對應的是鹹 那這些 這五味呢 我們都不要過多攝取 因為過多攝取 就會傷害到 對應的五張六幅 對應的五行 那 春夏 夏天呢 現在是夏天 我們就說 心是對應夏天 那肝臟的話呢 就會是對應春天 那 春天的時候 就是植物生發的時候 在生長的時候 所以 生精止渴 就是說 我們如果說 我們如果說 舒展筋骨的話 或者是 舒展筋骨 欸 我怎麼把兩個東西 放在一起的 舒展筋骨 就是 舒展身體的筋骨 的話 會幫助我們的 舒肝禮氣 就是 會抒發我們的肝臟 然後抒發我們的肝育氣結 這樣子 就比較不會鬱悶 那 生精止渴 又是下一個 就是 脾胃的 生精 就是 當我們有 有足夠的那個 水分的時候呢 就會 幫助我們止渴 那為什麼這個 概念很重要呢 因為我在過去幾集 不斷強調 生精的話 夏天的時候 你一定要 Preserve 避免流汗過多 因為這樣會傷到你的心 因為汗 跟眼淚都是 汗 汗的 都是 新的 新的水分 所以如果 我們心 就是我們 等於是我們的 最重要的 器官的話 他受傷的時候呢 他就會 水分不足 水分不足 到了晚下 就是Late Summer 晚下 立秋促暑 也就是現在大概 八月 八月中的 這個節氣 那他 就會傷害到脾胃 因為脾胃 對應的就是 晚下 Late Summer 然後呢 如果你不生精 來止渴的話 你 你長期下來 就是一直Dryness 一直乾燥 到了秋天的時候 就是下一個 對應的 脏腑 肺部 跟大腸 你就比較容易乾燥 那可能是說 講話乾燥啊 喉嚨乾燥啊 或者是 皮膚乾燥啊 或者是 比較容易 排便困難啊 便秘的症狀 這些就是因為 你沒有 生精止渴 那 這時候 秋天的時候 就是要很注意 你水分不斷的要補充 一直到你的秋天 特別是我們住在南加州的話 天氣又特別乾燥 比起在台灣的濕潤度 還是要注意水分的補足 最後一對就是 聖跟膀胱精 聖跟膀胱精呢 那就是他們很怕鹹 然後又是冬天 所以冬天的時候 秋收冬長 長的時候 我們不要吃太鹹的東西 那他就很容易把一些 本身留在身體的東西 又帶走了 那 整體下來 無論是 春夏秋冬 我們都要注意 不要吃重油 重鹽 重鹹 重糖 的東西 以上呢 這基本的概念 希望你能夠把 吃的東西 五味不偏視 就是五種味道 不要偏 長 就是不要只吃哪一種 這樣子呢 能夠藉由 平衡的飲食 均衡的飲食 來增氣 就是增加你的Energy 增加你的氣 然後 避免脹腐失調 然後 也避免你的肌膚啊 或者是其他 身體的健康狀況 有上火 或者是 各種不同的 各種 不適 這樣子 那 希望以上的這些 小小的tip 能夠幫助到你們 詳細的解釋 但是同樣的東西 英文 再講一遍 HAPPINESS WELLNESS 頻道 請大家往 HAPPINESS WELLNESS頻道 收看 英文版的 podcast HAPPINESS WELLNESS TALK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